我人生有八字方针 叫这个自信 坚强 认真 宽容 人生啊 要给自己定一些目标 比如自信 我讲过 就是你必须掌握大量的知识 你才可能自信 那么坚强是什么呢 每个人人生中都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可能是生理问题 比如你受伤了 比如你陷入绝境 你都要内心坚强 还有的是心理问题 比如你去到 你遇到了这种要离婚的事 或者骗婚的事 那你一定要内心给自己一个信号叫坚强起来 面对它而不是一死了之 过去古人都说 欲栓披露欲水驾桥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碰见什么问题 自己自我去解决 你想想 当年人家江姐 国民党逼江姐是往这手指头里去 钉竹签子 人家也没跳楼 人家也扛着 这就叫坚强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 接受了很多坚强的教育 今天的孩子可能没有这种坚强的教育 所以遇到问题就选择一死了之 其实今天这个社会你可以仔细看 生活条件越好的相对来说都比较软弱 生活条件不好的相对都比较坚强 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很多从底层出来的人心智都比较健全 你给他一个巨大的压力 他自己能扛着 如果你的家庭生活优越 从小都是爹妈哄着 周全人都认为你非常优秀 非常成功 其实你内心一定是不是坚强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有很多成功人士 我也认识很多成功人士 不管你是在哪个领域 不管你是艺术家也好 是企业家也好 你成功大家都看得见 但是大家看不见你的苦难 每个商人他成功 他所遭受的苦难一定比正常人多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的坚强就比正常人也多 像翟欣欣对于苏小茂的这个事 就是一个苦痛折磨 你如果度过这个难关 他要钱你可以不给他 他给你多大压力 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在这种压力下 你选择跳楼 那显然你个人是有问题的 我们当然不能去 过度的去责怪苏小茂 因为他已经是在天之灵了 他不知道我们今天全社会 对他这个事是什么反应 那么第二 那么在这个事件中 还有一点 就是苏小茂 他缺乏一个基本判断 什么叫基本判断呢 他认为翟欣欣的出现 是他的爱情到来 我们先想一下 他跟翟欣欣是怎么认识的 他不是偶然相识的 他也不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的 他是通过一个婚恋网站 婚恋网站不能保证商品的质量 就是不能保证商品的背后的真美 那么他忽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接受如此漂亮 跟他条件完全不相符的一个女性的话 他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智力判断 我说过多次 我说一个人的能力 在这个社会上的体现 不在于你能如何准确地评估这个世界 评估别人 而在你能够准确地评估自己 我觉得苏小茂就缺乏评估自己的能力 他不停打 这个去看别人的好 他认为他的爱情 以排山倒海之势就涌来了 上天给了他这样一个机遇 他就没想到这个机遇是个陷阱 你想一米七多的一个美女 美女硕士 冷不丁地爱上一个一米六的你 我看到网上有一段他哥哥说的话 就说他弟弟呢 就相信他的爱情到来 所有人都不相信这是他的爱情 因为很多人都怀疑 一开始就怀疑翟欣欣的这个动机 但苏小茂本人相信这段爱情 而这段爱情我们可以看一开始的 我们公众知道的这些信息 比如说买车买房 要钱买钻戒等等 这些信息理论上讲都是不良信息 这么多不良信息的累加 你居然对这个人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那我认为你的心智有问题 心智和智力是两回事 一个人可以非常的聪明 但他心智未必健全 这是他缺乏判断能力 那么苏想茂和翟欣欣这个事件 给我们一个社会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是什么呢 因为两性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它是由没有血缘关系 变成了超越血缘关系的一种人际关系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生活中就是三类人 我们说过熟人 亲人 生人 是吧 熟人要亲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是我们讲过这个罗圈关系 那么在你的亲人当中 跟你最亲的人一开始是你的父母 后来是你的子女 因为他跟你有直系血缘关系 但是在这之间 有一个人会杀进来 这个杀进来的人呢 是你的对象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跟你之间原来是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 有血缘关系你还不能结婚呢 那么他由这种毫无关联 变成了你第一人际关系 什么叫第一人际关系 就是一旦你的法律婚姻成立的话 你在这个世界上的 发生的一切问题 你们俩之间都是第一继承人 对吧 你的关系变得非常的近 那么在社会学的角度上讲呢 这个人际之间的最亲近的关系 反而是没有血缘的关系 是一层性关系 这就是你的婚姻 所以这种婚姻关系的改变 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需要极为谨慎的 一步走错 满盘结束 大部分人的婚姻都在一生中 都会磕磕绊绊 很少有一个就是 如交似漆的白头到老 从结婚那天起 就跟每天都跟新婚一样 这种可能性 微乎其微 也不是说没有 有 微乎其微 但大部分人在婚姻中 都会有磕磕绊绊 磕绊绊绊 如果到了个极限状态 那只好一分两散 对吧 所以婚变这个事 全社会都能容忍 不仅是今天的社会容忍 在中国过去古代社会 都能容忍婚变 但问题是 两个人结婚 婚变这个问题 不能事先设计 尤其不能介入第三者参与设计 我说王宝强的婚姻 和马荣这个婚姻 中间加这个宋哲 主要的问题是在这 它里头有阴谋 有阴谋就超越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 结合和分裂 感情是可以结合的 也可以分裂的 每个人在漫长的婚姻道路中 有可能是双方不合 八字不合 生肖不合 血型不合 星座不合 分了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介入 比如财产问题 突然有人变成巨富 比如有其他的人的介入 比如我又 这个男性又碰到漂亮的女性 女性又碰到了有才的男性 都可能导致婚变 但如果在婚姻 这个人类 文明社会的 最干净的一个关系中 设计出来一个第三者 而要侵吞你的财产 利用婚姻 侵吞财产 是今天的社会 乃至从古到今的社会所不容的 财产是我们今天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所以天天有人教你 怎么样的发财 怎么样的财务自由 天天有人告诉你 谁是首富 那些首富我跟你说 跟你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天天有人给你设立一个小目标 而这个小目标 有可能你终身达不到 但爱情每个人都有 多穷的人 就人过去的 连叫花子都有爱情 所以爱情跟财产 一旦绑在一起 很多事情是说不太清楚的 我们大部分的成年人 如果在生活中突然有一段时间陷入一种愚钝状态 一定是陷入了爱情状态 无论男女 只要是他真的觉得他自个儿进入了一个爱情状态 他马上智力就变得非常的低下 苏小茂是一个 对不对 我觉得王宝强也算一个 这样说他呢 对他不公 但是他确实因为有爱情 迷住了他的双眼 所以他就变得比较迟钝 我们先不能说他变得比较愚蠢 愚蠢的话有点伤人 但是他们确实变得非常迟钝 你想想这个苏小茂这样一个人 优秀的程序员吧 你不能说他不聪明吧 他比一般人都聪明吧 他是天才程序员啊 他智商在很多人之上 但是他面对翟欣欣这样一个女子 他一点辨识能力都没有 他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怎么想 对方在这样管他要钱的情况下 他认为钱能买来爱情 所以自个儿变得非常的愚钝 人在情感面前变得愚钝呢 是从古道军有定论的 比如西方人认为 在所有的间谍当中 成本最低的就是色情间谍 很多年以前 大概是1960几年1970几年的时候 有一本写前苏联的色情间谍的书 那个书名就叫色情间谍 那个书里就是在讲 人怎么利用情感获得对方的信任 所以色情间谍在获得这个情报的成本上 是在所有间谍中最低的 他为什么最低呢 就因为情感能拟住对方的双眼 他就真的相信这个爱情就来了 他有这种训练 我们古代也有 古代三十六记中有一个记叫什么 叫美人记 美人记就是用这种色相 或者用你的出众的相貌迷惑对方 比如我们知道的西施 貂蝉都属于这类 我们过去最好的一个方法 跟少数民族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亲 把自个儿的像文称公主 把自个儿的公主嫁出去 让获得对方的一个信任 那么我们再仔细想想 什么是爱情 爱情就是两个人都愚钝 两个人都变得比较愚蠢的时候 这爱情就真的来了 如果只有一个人愚钝 另一个人非常的清醒在设计 那就是欺骗 我想苏享茂 王宝强 这个薛芝仙 就这三个案件 就是三个社会上比较关注的事件 都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一个提示 最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 是他们三个猫 你看这三角关系都互相很警觉 互相算计 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 找一个跟自己对应的人 那么我们过去 我们讲过启公先生 启公先生呢 这个自己的婚姻是包办的 包括胡适先生 婚姻都是包办的 人家也能安稳的 和和美美的过完一生 人家也有爱情 人家也没有欺骗 那么我现在所说的 就是爱情 不分男女 我们对女权主义者 也是这个态度 不要认为我们说的话 是男人选择女人 都较为爱情 女人没有权利选择男人 一样 不是这个问题 今天男女之间 都可以自由地去选择 当你认为 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你认为一个伟大的爱情 像你以排山倒海之势 涌来的时候 一定要清晰地有一个头脑 要考虑这是不是爱情 最近网上有几件事 闹得特别热闹 比如我们的理科女硕士 翟欣欣的事件 按理说 这个理科的硕士博士 尤其女硕士 女博士 都是给人一种 比较呆的感觉 恋爱总是不成的感觉 可是她不仅恋爱成了 还能够结婚 还能够得取一大部分财产 而且这丈夫跳楼了 这丈夫是个什么人呢 是个程序员 是个程序员 你怎么这么嗨啊你 这丈夫呢 是个程序员 俗称呢 马农 马农就是程序员吧 他是高级马农 他自己有个公司 这公司呢 多少有些盈利 翟欣欣事件 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主要是大部分网友 都认为他是骗婚 至于他是不是骗婚呢 这件事不由我们来定性 是最后有司法机关 没有司法机关定性 也有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能为这个事定性 我们先不去探导 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前因是结婚 后果呢是跳楼 这个跟我们常规 对这个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的认知 是完全的不同 由于后果极为激烈 激烈是以苏享茂 就是他的这个丈夫 离了婚的丈夫 跳楼作为宗旨 引发了这个市场的一个轩然大波 那我们就对他的前面这段事 多少有一个了解 按理说他前面这个事 都是他私人的事 一般人都不会知道 就是他怎么恋爱的 不会知道 他恋爱花费了多少 不会知道 但我们今天知道了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首先是他的认知 认识时间极短 三月份 今年年初三月份呢 这个翟欣欣 是通过婚恋王 与苏享茂认识 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一点很重要 他不是通过中间人介绍 他是通过这个婚恋王 那么他三月份认识 有案可查的 因为买车是有案可查的 他在四月十三号就一个来月 或者甚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一百零八万 给他买了一辆特斯拉 这特斯拉我跟你说 自打特斯拉新闻一出现 我就兴奋的不行 为什么呢 我想买一个 我做过一回 做过一回是人家试车 特斯拉第一个感受 就是车里的空间比别人大 比别的车大 他为什么感觉比别的车大呢 就是他的发动机系统的 所有传导的东西都没有 他前面那一段 就是比如变速箱啊 变速杆啊 包括这种传送的这种 你比如后轮驱动的车 他有一个传送的通道啊 都没有 所以车里显得非常的空旷 第二呢 车里显得非常的酷 他怎么酷呢 他前面有个大屏 我们一般开车的时候 都不能看前面的屏 只能手机有个导航啊 比如好一点车 有个小一点的导航屏 但是他那特酷这么大 再有呢 就是这车的提速 极可怕 坐在车上啊 因为他提速是没有声音的 你知道我们坐惯了 这种汽油机的车呢 他在提速的时候 他的声音 跟他提的速度是成正比的 如果他这个急速加速的时候呢 他上车的会有发出很大的轰响声 所以他跟你的加速度呢 成正比 你都有一种很兴奋的一种感受 而特斯拉没有这个声音 他没有这个声音 一脚油门下去 还没有感觉的时候 藏就出去了 加速极为快 当时呢 我就特想买这么一车 但是没舍得买呀 我这一直到今天 我还想买这车 我都没舍得买 因为我觉得这车太贵了 那在谈恋爱的时候 通了一下就花一百多万 给买这样一个新款车 只能说明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特有钱 这苏享茂 他这名字很怪 我老记不住 苏享茂就特别有钱 这是一种 拿一百多万不当钱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是一交换条件 就是你必须给我买这车 咱俩才能够作为其他的 比如婚姻的一个交换 这个特斯拉 我们特别就想 就是这个车一定将来是一种 自动驾驶的车 我对自动驾驶的车特别感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会开车 我不开车 我出门 要不然就有司机 要不然就有亲人 要不然就有熟人 要不然就有朋友 反正所有人给我开车 我就不想再开车了 年轻的时候 还曾经想学学开车 后来因为有人帮你开车 你就不学了 那我就对自动驾驶的这个车 特别有兴趣 但是今天想啊 短期之内这事解决不了 为什么 世界上自动驾驶的车 它必须有一个前置 就是在公路情况 得遵守交通规则 你在美国能自动驾驶 一点都不夸张 一进中国这胡同 就彻底瞎了 什么特斯拉进了北京城 它也开不成 只要你走自动驾驶 它一定就死在这 苏小猫不仅仅是给这个 翟欣欣买了车 第二个月就五月份 又跑到海南清水湾 给他又买了一套房 这个你想想啊 这速度 买车买房 这个苏小猫怎么那么有这个决心呢 我想一定是他认为 他的爱情已经到来 婚前 他给这个翟欣欣花了23万块钱 买了一个卡地亚的钻戒 卡地亚的钻戒23万块钱 不能算太贵啊 在卡地亚这个品牌钻戒里 但是一定不是那便宜的 因为便宜的卡地亚的钻戒 就是几万块钱 那你看啊 四月份买车 五月份买房 六月份领证啊 前面还买了钻戒 七月份呢 离婚了 什么时候离的呢 七月十八号 从领证到离婚 一共四十来天 这还不算完 因为翟欣欣要求他补偿他 补偿他多少钱呢 一千万块钱 这事是所有网友 内心都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那么在后面的时间内啊 就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啊 都不到两个月 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个苏享茂呢 不堪这个翟欣欣给他的这个压力 最后选择了跳楼自杀 这个事情听着吧 比较离奇啊 大家就想一个男的啊 这个智力不能算有问题 你智力要有问题的话 你不可能挣这么多钱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女人身上 显得这个如此的愚钝呢 然后如此的又不堪一击 自己的内心崩溃 以此作为这件事的一个结束呢 那么有人给他统计啊 就说这个翟欣欣和苏享茂啊 在这个两个多月的这个交往当中啊 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一千三百多万 每天啊 和二三十万块钱 我这想了想去啊 那每天就是这俩人认识啊 这男的给女的每天花个二三十万 最后还死了 这女的获得了一千多万的财产 那我认为这女的还是想不开 如果有一男的每天给你花二三十万 那你应该跟他白头偕老 你想想每天二三十万 持之以恒啊 如果你以后还有七十年时间呢 今天的人二三十岁活到百岁 不是梦啊 是个正常的状态啊 你活到一百岁的时候 这七十多年乘上三百六十五天 再乘上每天啊 二三十万 那是多少钱呢 我很小人呢 算了算 大概得五六十个亿 这五六十个亿 今天在中国呢 就算女首富了 这就是大钱啊 这资产啊 就超过了很多服务司 航拍榜的这个富翁 所以他还是没想开啊 那么这其中呢 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插曲 这插曲呢 当时啊 我不知道这苏小茂是怎么想的 当时怎么咽一下这苦果的 六月七号去领证 六月六号呢 翟欣欣跟他说呢 说我结过婚 这事说我结过婚 这个我结过婚 和我曾经有过男朋友是俩概念 那结过婚 从法律上讲 您叫二婚 甚至三婚 甚至四婚 咱都不去调查 就是你肯定不是第一次结婚 那么你临近去登记的时候 你说这个信息 什么意思呢 是你告诉对方 是坦白的告诉对方 还是迫不得已的告诉对方呢 那我想翟欣欣这课 一定是迫不得已的告诉对方 要不然有欺骗之嫌 苏小茂吞下了这个苦果 还是选择了结婚 我想在今天的这种信息时代 都不应该出现这种事 我们过去是有这种事的 过去是有这种 因为过去没有信息 过去的信息都是比较单一的 不像现在网上可以查询 你比如民众系统 他有没有结婚是可以查询的 比如你通过网练 这个婚恋网站 介绍过来的婚恋网站 应该帮你可以查询的 对吧 那么你这样一个大学生 你在哪上的大学 在哪读的硕士 读的博士 毕业以后又 又在哪个地方工作 这个地方都应该是不难的事情 但是怎么都不知道呢 我觉得苏小茂 一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我们现在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事 谁对谁错 我们也没有能力 站在法律的高度 予以这个事一个宣判 我说过